面對霸捷團體要進行第二階段 我當然還是希望說給你尊重跟祝福 那也會微笑的面對這件事情 面對霸捷團體要進行第二階段 我當然還是希望說給你尊重跟祝福 那也會微笑的面對這件事情 那至於說會不會加強制衡的力道 我認為說面對市府的態度 我作為一個在野黨的議員一直以來 態度都是一致的 就是要全力的來問政 那認真的為民眾服務 只要是民眾反應的事情 就應該是不分黨派都應該要在議會來為民喉舌 那至於說團體提到說 要用反瘦肉精跟反統治城市這樣的訴求 我認為是扯太遠了 因為從頭到尾我都沒有說 要開放瘦肉精或者是說 要把高雄變成統治城市 我的主張一向是應該要嚴格的把關瘦肉精的進口 並且要嚴格的標示 那統治城市我的主張一向都是 高雄應該要成為一個最多元開放 而且非常尊重包容的一個城市 所以應該是要用這樣的態度 尊重的價值來面對不同的族群 而不是說要用把高雄變成一個統治城市這樣的說法 完全是曲解我的意思 並且用錯誤的標籤來抹黑別人 希望先團體要先搞清楚 再來提出你們理性的訴求 得到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